就是说上次师父说 就是说我们开启了本性之后 就相当于我们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有一款钱 存到那个户外的银行里面 那师父就是说我们本性开启之后 是这笔钱是属于我们原来的功德那种钱 还就是说是属于我们 就是说以前累世的东西在里面呢 首先你的比喻不恰到 你的比喻就是说功德就是钱是不是啊 不是不是不是 我是说就是说我们师父您说过 就是说你的本性开启 你会有很大的那种能量能帮你 就是说是吗上次 对本性开启那你就有光 举个简单例子 你的本性是镜子一面镜子 当你本性没有开启的时候 你的镜子是脏的看不见镜子 等到你本性开启了 你的镜子擦干净了 那么你的太阳如果照在你的镜子上 是不是镜子有光出来了 是的师父 好了 那就是说 但是说我们本性开启的话 需要先消除我们自己身上的月状 把那个镜子上面的污垢给它擦干净了 对啊 你本性 本身就是开启本性 就是在擦镜子啊